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虽说现在娱乐圈门槛降低了 但想要获得露脸机会可不是容易的事 娱乐圈是最残酷的这一场 观众看到的光鲜亮丽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心酸 话说回来想要夺得喜爱 前提是曝光率 有人拼本是有人靠背景 有人靠颜值 也有一些人靠代资进组 就拿今天热播剧的尤斐来说呢 据悉呢女二号周杰雄就是代资进组 赵丽影戏份因此几少 当时这件事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 周杰雄本人还发微博内涵改剧本 其实啊代资进组这件事在娱乐圈当中无独有偶 譬如我们今天说的主角 当年靠代资进组才有露脸机会 积极无名十一年 今年凭着小网剧几身顶流 他就是张哲瀚 张哲瀚出生于普通家庭 从小对音乐就很敏感 妈妈也很支持他的喜好 五岁的时候 送张哲瀚去学习钢琴 请来最好的老师 那些年随着选秀节目大火 张哲瀚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舞台之上 为了实现梦想 高考时选择一考这条路 可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张哲瀚的家庭条件 无法支撑他走这条道路 放弃梦想那一刻 他哭得稀里哗啦 母亲健壮卖了房子 支持儿子梦想 然而张哲瀚并没有让家人失望 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还没毕业时 张哲瀚有了第一次拍戏的机会 他兴高采烈的去了 最后抬头支持 妈妈给了那部剧投资十万 才让他有了露脸的机会 这对原本不富裕的家庭来说 是重重的一击 张哲瀚凭借这部作品 正式进入娱乐圈 不过由于剧情离谱 演员都是从学校刚走出来的青年 演技比较生疏 所以没有激起太大的浪花 但张哲瀚并没有因此被打击到 刻在骨子里的要墙 让他继续在娱乐圈拼搏 可命运总是喜欢刁难辛苦之人 张哲瀚本该大火的时候 签给了余正 可余正没找准张哲瀚定位 一心将其打造成的余真子丹 这一点考古张哲瀚以往作品 能够看出大多都是影韩形象 话说外是 余正对张哲瀚还是比较偏爱的 为他争取了很多男一号的机会 但由于定位不对 还有很多作品因大环境无法播出 张哲瀚一直处于岌岌无名的状态 后来还因为拍摄赵哥腿部受伤 再也无法成为球场上的追风少年了 在后来小访当中呢 张哲瀚从未埋怨过任何人 对余正只有感谢 这段经历呢 以用玩笑的口吻说出来 事业迟迟没有太大的浪花 张哲瀚开始自我怀疑 甚至萌生了退圈的想法 直到遇见了云西传 当时凭借这部剧小爆了一下 可惜后面资源没跟上 导致张哲瀚再次错过爆红的机会 后来在演员请就位当中精湛的演技打动业内的专业人士 也让观众惊讶 本该可以火的但又遇上疫情 娱乐圈进入寒冬 张哲瀚演艺事业又停滞了 十一年的木爬滚打 十一年的风雨泥泞 终于在这个春天张哲瀚看见了彩虹 随着山河林热播 他演技被认可 如果以前他的表演略带青涩 那么在山河林当中 已经达到了天花板的水平 最让人惊喜的是 他在剧中为周子舒添加的那些小设计 他说他爱周子舒 所以在那四个月浑穿到了周子舒世界 哪怕是杀青后他带着周子舒回到人间 感受人间阳光 如今这种演员在演艺圈很少了吧 很多人看中的是高昂片酬 角色对演员来说是过客 偏偏张哲瀚保持初心 靠古张哲瀚之前就会发现 他之所以能够将周子舒诠释的如此完美 是有太多的残忍巧合 剧中周子舒孤独自我疗愈 剧外张哲瀚经常被人买黑热搜 当把这些联合在一起时 就会让人忍不住的想要关心和保护他 任何诋毁都能够引起粉丝的心中不平 如今张哲瀚终于在三十二历年纪熬出头了 畏惧顶流 眼界也得到认可 不用为在剧中露脸带字禁足了 他的成功呢 也向大家证明了 是金子总会有一天发光的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